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我們是木工會 今天我們帶來一個新的項目 Cool Mining 如所周知,現在無論是挖比特幣還是以太幣 都是一件非常困難且昂貴的過程 不是所有人都是能夠接觸的 這時名為Cool Mining 的項目誕生了 這個項目希望能夠幫助所有初級礦工 擁有與現實採礦回報的挖礦體驗 項目是一個基於區塊鏈的模擬遊戲 將挖礦這個艱難和複雜的過程 轉化為簡單和人人都能參與的採礦過程 在Cool Mining 中,每個玩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獲得他們的採礦能力 希望玩家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體驗採礦行業中的各種角色 在開始採礦前,每個玩家必須分配好資源 以最大的限度提高自己的採礦能力 這個採礦能力我們可以理解為是算力 這個算力將影響我們對比特幣的挖礦能力 換句話說,遊戲中的算力或採礦能力 越高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可以挖多少比特幣 Cool Mining 的基石是由Cool Mining 的金庫聯合現實世界的採礦組織 礦工製造商、上市公司、頂級礦池和審計公司提供的實際算力 在嚴格的審查下,Cool Mining 希望為玩家提供穩定的算力 並確保玩家獲得基本的比特幣獎勵 除此之外,隨了Cool Mining 的普及 未來隨著生態系統的蓬勃發展,有可能增加算力的供應 好,那我們該如何參加呢? 首先,我們這邊會有質疑 所有持有Cool Hash 治理代幣的玩家都可以質疑並獲得比特幣作為獎勵 在這種情況下,你所擁有的Cool Hash代幣的數量等於你的挖礦算力 Cool Mining 的質疑與其他質疑不同之處在於玩家可以隨時領取部分的比特幣獎勵 那我們該如何計算質疑的獎勵呢? 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這取決於玩家擁有多少挖礦的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公式 玩家的比特幣獎勵是根據玩家質疑Cool Hash代幣的數量除以總算力 然後再乘以所產生的比特幣獎勵的總數 除了質疑,項目還可以挖礦 想要開始挖礦,我們必須有一個礦工 你可以在Cool Mart,也就是遊戲的市場獲得 或者是在礦工實驗室創造自己的礦工 稍後我們會大概解釋一下這個礦工實驗室是什麼 當玩家擁有自己的Cool Mining NFT,就相當於擁有NFT對應的算力屬性 在這邊,玩家必須質疑各自的NFT才能讓這些礦工工作並開始獲利 礦工在運行的過程中,必須支付Cool Gas 這將是挖礦時的能源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玩家不僅僅可以獲得比特幣,還可以獲得Cool Gas 這邊需要提到我們所支付的佣金會隨著挖礦周期的增加而下降 也就是說挖礦的時間越長,我們所必須支付的費用也就越低 我們回到剛剛所說到的礦工實驗室 礦工實驗室是可以讓玩家在這邊自定義或修改他們的礦工 以增加那些礦工的挖礦算力 要創建礦工,我們將需要收集不同的Cool Pot NFT 可以在神秘的盒子中獲得 Cool Pot NFT有四種類型 算力版、控制版、電源單元和冷卻系統 這些部分跟現實中的挖礦設備的基本配件都很相似 我們要創建一個礦工,我們至少需要一個算力版和最多四個且不重複的部分組成 最後一種賺錢模式,我們有礦工托管 礦工托管是為了Cool Mining中最高級的玩家所提供的 礦工的商業模式是提供礦工的槽位,幫助加速獲得獎勵 同時向礦工索取固定部分的獎勵作為托管費 所有挖礦host都需要預先投資以獲得挖礦的佔點所有權 所有權將由目前正在開發的特殊代幣Coolhost代表 礦場的所有權是可以轉讓或者買賣的 也可以在主頁上查看和更改挖礦佔點的狀態 例如自訂租賃期限、托管費率等 礦工也可以在托管市場上比較不同佔點的詳細期期 並選擇最適合的佔點來托管各自的礦工 Minex Hosting收入的主要來源分成兩部分 托管費和能源費用 托管費則是礦工需要每24小時向host支付固定的部分收入作為托管費 其中包括比特幣獎勵和Coolgas獎勵 能源費用則是Coolgas中礦工挖礦的固定成本的部分費用作為能源支付給Minex Hosting 讓我們來梳底一下 如果玩家只質押代幣 那只能產生比特幣作為獎勵 但是如果除了質押Coolgas之外 玩家還買了一些神秘盒子或是投資買一些產業 那玩家可以獲得更多比特幣和Coolgas作為獎勵 在我理解中 擁有礦機並且進行挖礦有可能將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策略 好我們現在談談有這兩個代幣 首先我們這邊有Coolgas代幣 它代表現實中的算力 每個代幣相當於每秒0.01TH的算力 這個代幣也是CoolMining項目的治理代幣 總共將有1000萬個Coolgas代幣 另一方面我們有Coolgas代幣 它是使用代幣將擁有無限的供應量 而這種代幣的銷毀大多是通過作為能量來消耗的 玩家如果持有Coolgas代幣 將代表能在CoolMining中有一定的治理能力 這允許玩家參與遊戲的決策和更新甚至營銷活動等 社區將會定期舉行一些會議來談這些事情 CoolMining將提名優秀的貢獻者 並以算力或其他方式獎勵他們 這邊我們看到它的路線圖中 有提到會在今年2022年的QE進行Beta版的測試 遊戲的正式版也同樣會在QE發布 另一邊他們也有提到他們的合同已經經過審核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代幣是經過大家所熟悉的Septic審核的 雖然這個項目還在開發中 但在我們看來項目的初衷和遊戲模式都是非常吸引有趣的 因為它創造了一個新的挖礦理念和概念 使它更加友好和更容易進入 除此之外我們將能夠注意到 在他們的合作夥伴中有看到一些非常知名的合作夥伴 例如Qoocoin和KCC 我們公會這次將抽取三名能夠進入代幣白名單的名額 要參加這次的抽獎活動必須完成以下任務 加入CoolMining的電報群 加入Moon公會的電報群 在我們臉書社團留下自己的電報ID 訂閱我們的頻道並留言 我們會在下方留下以上連結 具體的抽獎細節會在我們的電報群上公布 好了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忙點個讚 為了不要錯過任何更新 記得點擊關注和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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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是我們的胡 Fell 粉i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